很多人觉得 40多岁的安妮海瑟威已经老了 她不再是公主日记里 那个甜美可人的米亚公主 也不再是川普拉达的女王里 那个清新靓丽的安迪 对比起好莱坞同期的女演员 她好像衰老得更快一些 这主要是因为安妮的五官量感太大了 年长以后没有了胶原蛋白的支撑 在过度减肥的情况下 很容易失去原有的形态 所以她确实要比同龄的女演员更显老态 然而有人笑她花期太短 可很多人连花期都没有 至少她在荧幕上 留下了很多个让人怦然心动的角色 而且对比起那余部分女演员 将近40岁了 还在扮演懵懂少女 年龄超过50岁了 还不能接受妈妈的角色 敢于尝试任何题材及角色的安妮 就显得更有职业素养很多 在刚刚上映的悬疑电影《母亲的直觉》里 她就扮演了一名失去爱子的母亲 虽然这不是她第一次扮演妈妈的角色 但却是她第一次演绎一个 为爱发疯的母亲 与她共同出演这部影片的 是杰西卡查斯坦 同样也是一位演技特别出众的女演员 两大好莱坞影后同台 将这出悬疑影片 演绎得更有主题的深度 虽然两位女演员 已不负年轻时那般青春靓丽 但60年代的复古服装 套在她们的身上依然颇具观赏度 她们历经岁月沉淀下来的成熟气韵 让那一套套色彩缤纷的复古戏服 更显精工制作的质感 影片前期还为失去儿子的安妮 大多穿着色彩艳丽的服装 比如这套搭配了过腕手套的珍织裙 就采用了非常清新鲜艳的蓝色 服装的剪裁很修身 但不过分贴身 很清凉但不过分暴露 款式的设计 很符合角色适以婚主妇的形象 在蓝色耳钉和珍珠项链的衬托下 这套服装显精致 又能凸显复古的风上 她参加晚会身着的连衣裙 也采用了鲜亮的红色 因为是稍显隆重的场合 这条裙子会比珍织裙更陋服一些 前胸和后背都采用了大V领的设计 杰西卡颂的珍珠项链 依然体配这条裙子的设计风格 失去儿子以后 安妮细服的配色以黑色为主 邀请闺蜜一家来家里聚餐时 她就穿了一条全黑色的连衣裙 尽管款式的设计特别的简约 但裙子依然展现了扑面而来的复古感 那条出镜率很高的珍珠项链 点亮了这套黑色的着装 闺蜜儿子生日的戏份里 安妮的戏服也是一套以黑色为主色调的裙装 除了下半身的白褶裙摆 使用到了一些浅色的条纹 其他的单品一律都是黑颜色的 服装的配色很能反映角色的心态变化 除了轻薄的裙装 安妮还在这部影片里 亮相了一套特别精致的毛衣套装 黄颜色的戏服 因为外套的复古盘扣 和帽子的别致造型 而显得很有设计亮点 是一套很显贵妇气质的优雅服装 影片里 杰西卡扮演了安妮的闺蜜 她们因小孩的坠楼事故 而变得反目成仇 杰西卡戏服的颜色 却不像安妮那般转变巨大 她每次出镜都穿着鲜亮的服装 在花园里修剪花草时 她的戏服是一条黄色的印花裙 除了配色很鲜艳 裙子的长度也没有盖过膝盖 着装风格 会比还没失去爱子的安妮更俏丽一些 在儿子的生日宴上 她还穿了一条红条纹的连衣裙 这种树立的条纹 会比横直的条纹更显瘦 并且更适合小个子的女生 裙子颜色的搭配 还呼应了发绳的配色 而在婆婆意外去世的戏份里 杰西卡穿上了唯一一条黑色的连衣裙 尽管作为葬礼服出镜 这条裙子依然保留了精致主妇着装的优雅 蕾丝小侃间的搭配 还拉长了下半身的比例 杰西卡穿到的大部分系服 都是绿色或者蓝色的 比如这条短袖设计的格纹裙 就是一条绿色的裙子 为了呼应裙子的配色 腰带和手提包 都采用了与裙子相同的配色 杰西卡在影片第一次出镜时 也穿了一条绿颜色的连衣裙 小圆领设计的无袖裙子 搭配了一个散裙形状的裙摆 既能凸显复古感 又能让角色散发出俏皮感 而这条稍显性感的李裙 则搭配了非常鲜亮的蓝色 衣裙上排不规律的白色丁珠 又赋予这条蓝裙小清新的质感 并增加了整体着装的精致感 杰西卡的裙子 还会搭配短小的外套出镜 比如这条浅绿色的印花裙 就套了一件同面料的短袖外套 比起单穿裙子 穿上这种套装的杰西卡 少了一丝俏力 却多了几分优雅的气质 荧幕形象也显得成熟很多 还有这条绿色的毛泥裙 她也套了一件佳眠的小外套 颜色的过度不会很跳跃 视觉冲击力不像那些连衣裙那么强烈 除此以外 杰西卡还在这部影片里 亮相过几套裤装 其中这套格纹图案的裤装 最引人注目 除了配色和图案特别醒目以外 款式的设计很有60年代女装的风格 非常能凸显女性的身形曲线 长短的设计很适合身材娇小的杰西卡 如果你也想一次目睹两大影后同台标记 看看母亲的直觉 究竟讲了一个怎样惊悚的故事 那么可以去到影院观看这部悬疑影片 安妮和杰西卡合作的电影 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